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怪兽就自己裂开了 计时器有钉子 在最初的奥特曼狙击中 由于皮套设计的并不合理 再加上 计时器其实是个后期匆忙上马的设定 导致这个地方的皮套设计并不是很好 而计时器上面的钉子就直接明显的放在外面了 这里也显示出了远古前期对皮套制作不经重的问题 阎罗王恩马哥在太罗奥特曼中 有一个怪兽是阎罗王恩马哥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集对这一集还有没有印象呢 因为这只怪兽曾经口吐黑烟雾 直接将太罗奥特曼的脑袋给砍了下来 相信这一集是不少奥迷的童年阴影了 不过在这一集中也有一个穿帮镜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那就是阎罗王的嘴巴里面居然有一个枪口 专门用来喷黑烟雾的 这下怪兽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可怕了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